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0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的時事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說的是這個 網上流傳著 說這個無線電視TVB 是要關閉其中一條頻道 TVB 歷來生意也做得不好 好 股價不斷下跌 業績和收市越做越差 其實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不論是聘請了誰做CEO也好 TVB的業績並沒有任何的氣息 所以這一種消息 傳得如火如荼 我們這一節也嘗試去分析一下這件事 雖然TVB 就是緊急發聲明說這件事就是不存在 但是他們的回覆 和答案 亦都相當之無靈良可 各位 你在聽這條頻道 是我們的新頻道 星期二日報 你們在聽這條節目 繼續是我們王牌時事節目 升旗而得道 我是各位節目主持 我是John Lefor 這節我們跟大家詳細繼續研究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我們現在是新頻道 星期二日報 由於舊頻道被封鎖 所以我們舊頻道的盈利功能 被停止 所以我們現在把星期二得道節目整個搬去 星期二日報廣播 大家記得注意以及繼續幫忙 大家記得 繼續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舊頻道是星期二得道 新頻道現在正在聽 正在播放節目的是星期二日報 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還有一個後備頻道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幫忙訂閱 請各位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記得是星期二日報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屋大發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發 敬請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由於我們規模正在縮減 所以我們現在的經營也相當辛苦 即是說我們其實需要 更加勤力 也需要裁減人手 也需要面對 收入 沒有了 即是說 YouTube也越做越困難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這節先講講 TVB TVB說甚麼 TVB 越做 越辛苦 越做收市越差 越做業績越少 還有廣告收益 也正在不斷下跌 其實這件事跟多個因素有關 就算你再去更換 那一個 執行首長CEO 也未必有幫助 整體來說 對傳統的網絡 傳統的媒體 現在受到來自互聯網的挑戰 網上流傳著這個消息 說無線做不住了 要關閉這個 財經體育 資訊台 就是說 財員要財30天 這個消息在香港廣泛流傳 普遍 香港人都相信無線現在 今時今日這樣的經濟環境 做不住 失縮正常現象 更何況 無線財經 還有無線體育 本身體育在香港也沒有甚麼人看 是不是 一點 都不算是受歡迎的頻道 其實在香港 整體來說 香港 是一個叫做經濟動物 的地方來的 人人就是想跟你研究怎樣賺錢 體育當然是不受歡迎 連帶財經 無線的財經 也沒有任何的吸引力 TVB怎樣回應呢 TVB 發了聲明回應 他說會按照市場情況 不時檢討節目和頻道安排 若有頻道的增減 必須 要事先向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 即是通訊局提交 書面申請 獲得批准 TVB 答案 其實是不置可否 無靈兩可 即是說 他根本沒有說清楚到底 無線財經台和體育資訊台 到底 是不是經營不善 是不是 沒有辦法達到 理想的業績 只是說他會不時檢討 又說如果真是要把這個台刪減的話 就需要 向通訊事務管理局申請 他的答案是 我們現在還未 向通訊局 提交過相關申請 這個答案 即是甚麼意思 其實很簡單 即是說我們 跟我們說一家公司 傳 一家公司經營不善 然後可能會資不抵債 然後公司發聲明 跟你說公司如果資不抵債 申請 要清盤和破產保護 必須事先 向這個 法庭申請 現在為止 本公司仍然未對法庭 作出相關的申請 大家聽不明白我上面的比喻 其實比喻很簡單 你有沒有經營困難 你有沒有打算裁員 跟你 法律程序有沒有進行申請 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有沒有資不抵債 你有沒有現金流緊絕 你有沒有經營不善 跟你到最終有沒有入址申請 然後獲得批准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即是說這個TVB的答案 坦白說 對我來說我覺得有些出人意表 如果你 要否認這件事 你大可以 大放缺詞 中國外交部就上身 別有用心的人 視義沒黑 但是 TVB的答案並不是這麼說 TVB的答案根本等於沒有否認過要考慮 將財經 體育資訊台關閉 還有裁員如果 不是關閉某個頻道 其實你裁不裁員 根本就跟通訊事務局沒有關係 通訊事務局 就是要負責管理 你香港的電視 有多少條頻道 還有一大堆就是規則 實際上如果你TVB要裁減人手 並不是每一次都要向通訊事務局 申請 所以根本 TVB 是絕對有理由相信他真的有這個計劃 但是這個計劃可能還未去到 實行的階段 所以才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 和我剛才所說的例子 和某某企業經營不善 資不抵債 可能出現現金流風險 但是至今仍然未向 法庭申請破產保護 原理是一樣的 你還未申請 不代表這件事 並沒有發生過 所以這個TVB的回覆 很多人就不懂得解讀 很多人就說有炒車了 當然我們不知道TVB是不是真的要裁減30天 但是TVB 是越做越差 TVB越做越沒有生意 TVB的這個聲明回覆 並沒有答到問題的核心 這個是不變的事實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時事節目做時事評論和分析就是想 這個問題深入淺出 尤其是 我們當然熟悉法律程序問題 實際上TVB的這個聲明 有很多令人質疑的地方 又跟 既定的法律程序根本沒有關係 簡單來說 TVB這個聲明是借 通訊事務管理局 還有相關廣播條例 來做一個藉口 去解釋自己還沒有做這個申請 跟他 是不是經營不到 需要裁減人手 出現了困難 是一點 都沒有解答過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 叫做 時事的預測 評論完 大家應該知道 即是換句話說 其實 現在TVB是有可能 這個財經台 其實到最終是會關閉的 我們教大家閱讀時事 做時事分析 其實一直 就是在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你去嘗試 從對方 那些聲明 說法 去解讀出 他們未來有可能會做的事情 我們也 真是很有信心 我們這個節目 《升旗而得道》做了那麼久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 解讀的 準確性也是相當高 原因 是因為如果你不是有 高層次 對 大公司 政府 高官 說話的理解能力的話 其實你是很難 去做時事評論 即是說我介紹主菜 介紹靚車 買新車 介紹買樓 就是相對比較容易 但是你要 對高級管理層 對於政府政策 對於中國共產黨 深層次的政治解讀 就不是那麼容易 我認為 TVB 短期內未必想關閉 是財經 和體育資訊台 但是 肯定是有這件事 所以才有這樣的消息傳出 所以他的答案 亦都不敢一口咬定 說 根本沒有這樣的計劃 外面的人是抹坑 最佳的原因就是 TVB 真的覺得現在無線財經 體育台根本是做不住 他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那個計劃還未實行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